嗨,大家好,我是阿凯 今天带大家来探访一下 森山古庙马鞍宫 也就是俗称小蛙虹宫 离我家是没多远 但是属于五安地界了 就在我身后这个山澳中间 看着这个山也是往外倾斜的 特别圣人啊 好了,现在咱们就一起上去 一览全貌吧 咱们从这个小路上去 这个林子特别密 看着都遮天蔽日的 终于找到了 不过我要被困在这森山古庙里了 因为下起了大雨 看我身后这个建筑 其实跟王皇宫非常像 这是三城的这个建筑风格 不过不同的是 王皇宫它两边还有铁链这样悬挂 这个是没有的 也比王皇宫要小很多 不过它好像也是供奉的女娃羊羊 咱们一起去详细看一下 这个院子里呢 一共有四个特别大的寺碑 都是双龙细珠的样式 看着特别的庄严树木 这个寺碑也是个重修碑 这个年份呢是黄清道光五年 然后这个呢是大清雍正二年 看着这几个寺碑 它都是写着 道光雍正年代重修的 所以它具体什么时候建的 也就无重考证了 不过王皇宫距今已经有 一千四百多年了 它这个建筑风格跟王皇宫是非常像的 所以应该它的年代也是非常久远了吧 这个庙呢基本上也都是用木头 这样去雕刻的这个画纹 看那个年代也是非常久远了 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庙园上 有很多那个小石猴小石人 三成都是 这个具体是代表什么寓意呢 有没有朋友知道 我呢是对这方面不太了解 既然来了就进去拜了一下吧 里边供奉的是女娃娘娘 不过神像就不去拍摄了 然后从这边上二楼 上来这个门是锁着的 进不去了 不过这个建筑风格跟王皇宫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在第一层 两边有两个石头台阶 可以上二楼 然后到二楼 我通过这个缝隙看里边 也是两侧有两个木头楼梯 可以上三楼 跟王皇宫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咱们现在去那边吧 那边是有一个长的石头台阶 然后上去有一个洞 咱们过去看一下 上来到这个洞口也是一个神像 就不去拍了 不过里边有一个山洞 咱们进去看一下 进来这洞还挺深的 刚才我看到这个洞顶上有一只蝙蝠 应该飞到这里边了吧 到里边就比较窄了 比较窄了咱们就不进去了吧 好了今天就拍到这里吧 这个雨是一直下的不停了 航拍效果也不太好 我得赶紧回家了 已经成了露汤鸡了 拍摄不易 大家多多支持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